全台矯正機關目前已經暫停的收容人會客 但台北女子看守所卻被職員上網爆料 出現了防疫亂象 說管理員在辦理新的收容人時 防護的裝備不及醫護人員 造成有被告 接觸過染疫罰警之後需要隔離 但因為設防不足無法一人一事 導致其他室友也必須跟著集中隔離 傳出了光是台北女子看守所 就有至少期間設防實施不進不出的政策 讓看守所內的職員相當緊張 對此矯正署表示 如果收容人屬於高風險的族群 原則上都會是一人一事隔離 不過目前監索職員的疫苗施打排序是第六 希望他們能夠盡早安排施打 疫情嚴峻 全台矯正機關全都已經暫停收容人會客 看守所會客室的鐵門聲索就怕病毒入侵 但現在台北女子看守所卻被爆出防疫有亂象 看守所職員25號上網爆料 說管理員在辦理新收容人時 防護裝備根本不及醫護人員 有被告出庭時因為接觸過染疫罰警 現在被隔離 但看守所的防射不足 無法一人一事 導致這名接觸確診者的收容人 跟其他室友關一起集中隔離 光是台北女子看守所就有至少六到七間防射 實施不進不出的政策 這讓看守所內的職員都相當緊張 連臨近的台北看守所也被網友質疑出現類似情況 台北看守所否認有類似情況強調只要收容人屬於高風險族群 就會採取一人一事的規定 但不得不承認 大家最希望的還是能趕快打到疫苗 看守所的職員各個心驚驚驚 不但要接應新的收容人 出庭還押都可能有風險 但疫苗施打的順位只排到第六 交正機關只說希望中央能想想辦法 他們說畢竟得先保護好自己才能照護收容人 接著王正侯正倫台北報導